好 非凡抢先报 时间来到了一点一刻的一个时间 我们赶紧跟电竞王子玉堂 来请你电话连线 吴安你好 明轩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时间盘面有一个特殊现象 就在我们眼前发生 而过去这几天以来 指数都是开高之后 会比较横向的一个震荡 往下就是收敛一点 但这个时候过了今天的新高 对 没有错 跟过去几天的走势比较不一样 而且更关键 今天的量似乎有放出来 因为就我的软体来看 预估量可能尾盘收盘 应该有机会接近1400亿以上 那这跟我过去谈到 大概1300亿以上 这个盘是一个比较 多方的一个攻击表态 当然这个指数真的是 不断的精进涨 那我觉得比较好的现象 除了今天量增加之外 今天在上涨的一些族群 跟个股升上 这个面我觉得是有比较 扩散开来 不管是强势的 甚至有点低位皆补涨的 当然比较强势形态的 我们可以看到 半导体材料的庸致 你看这个技术形态 经过高档拉回整理了 两个月之后 这两天 带量分出又写下新高 这就很标准的强势形态个股 还有在创高的一个动能 6278的台表科也是 股价也在高档横盘整理了 两个多月之久 这两天带大量的又写下新高 所以代表说多方的一个 应该说是动能 还是非常强劲 当然选股的面向 我觉得第一个 在所谓的一些比较 底部具有转机性的个股 可能目前来看 也会是市场比较急于锁定的 像昨天的金电 原本可能还想说 是不是一日行情而已 结果昨天外资跟投信 同步都买了一万多张 这是过去比较罕见的 外资连卖 就昨天转买 投信是大买了一万四千张 那这个是不是有可能 在金电身上 经过了将近今年以来的 长时间整理之后 这个miniLED的题材 有得到市场上的一个 更为认同 因为发酵的时间就在明年 现在已经第四季季地 可能法人的一些资金 也率先卡位 毕竟在金电的位阶 甚至持股的水位 过去也卖了一段时间 开始有做一些回补 再来在PCB的部分 当然很强势的 还是在这个 新兴南电景硕 这几家公司 在这个基板 这些基板应用厂商身上 尤其以景硕来看 最近也有这种 后起直追的味道 因为在投信外资最近的筹码 开始转买 那我觉得转买的理由 除了它在先前跌得有点过深 古镜比偏低 因为它镜子还有56元 再来第二点 在苹果 这个传出来新款的AirPods Pro 这个当中是采用这个 机板的一个运用 那很有可能这一块的一个供应商 就是有紧缩拿下了这个订单 所以最近外资投信 是同步的一个加码 那我们继续期盼这个AirPods Pro 第三代预计可能10月底发表 单价可能更高 可能要接近7千多到8千 比现在的AirPods的一个5千多 还要来得贵 当然因为它的音质 甚至当中运用的零组件 更是比较所谓高端的部分 当然我相信整体的销量应该会不错 那就看景硕是不是在这一部分 可以拿到不少的订单 那如果在PCB在5G端的运用的部分 顺着这一次PCB掌当中 又释出不错消息的 可以看到最近刚从底部转强的 8021的尖点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尖点它主要做的是PCB的转正厂 在台厂算是比较利息型的公司 那在这个昨天掌出的PCB掌当中 其实有谈到一个重点 在相关的中国大陆5G的这种基地台用的 PCB版的部分 已经跟其他家的下游厂商 打进了陆系的5GPCB版的一个部分 因为在5G的运用端 它是比较多层 然后这种所谓砖孔需要更精密的部分 所以在尖点的部分之前也表示 其实在5G相关的这些系列用的 转正的一个部分 已经陆续通过了一些厂商的认证 甚至在5G的相关的产品 刚刚谈到第四季已经开始给 出货给陆系的PCB版厂 所以对于它在明年的获利 甚至第四季来说应该就可以见到 那车用版的部分那更是重要 因为车用电路版对于安全的要求更高 所以在那种PCB版的这种赚针 这个孔币的一个品质 赚针的一个要求它是更高的 所以对于这个尖点来说 也认为在这个新产品的运用 也有助于它的获利贡献 那我们看一下日线图 其实这也是很标准的 我们过去讲到 在底部横盘整理的一段时间 最近算是带大量 然后去做一个往上跳 攻击的一个动作 或许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去期待 这个多方的一个动能 再把股价往上推升的空间 应该还是可以值得去做一个 比较乐观的期待 当然今天在整体的一个盘面来讲 最大的亮点 当然可能来跟美股联动 就是Tesla的财报 Tesla在第三季的 上一季的转盈之后 这个是跌破市场很多人的眼镜 哇 怎么Tesla开始赚钱了 大家原本没有看得这么乐观 所以Tesla盘后股价涨了两层 所以台湾的一些供应链 像是1536的核大 3665的茂莲 获利也不错的 5243的乙胜 这些Tesla的干链股 也开始在动了 那毕竟Tesla的供应链 其实蛮多个股 在先前股价也整理了一段时间 你看像电池的 4721的美琪 4739的康普 原则上他们股价 都是处在相对低档区的 那如果顺着Tesla的一个 比较大涨的助攻之下 加上财报的一个支撑 或许在台湾的这些供应链 在第四季 应该也会有一波反弹的行情 OK 不过玉桃 今天其实盘面比较特别 就是涨的加速 也是这个礼拜以来最多的 除了整个大家关注的电子 这些次产业族群之外 其实包括今天的金融 还有包括了食品 塑画观光 还有画工 其实都有所表现 对 就是我讲的 今天真的不一样的是 这个多应该是百花齐放 是雨露均沾 真的雨露均沾 在前一波上涨 大家还感受不到 这个台股创新高的行情 万一之上的行情 感觉好像比较冷清一点 因为好像都是台积电 然后鸿海 这些大型股成盘 然后也是涨某些特定的产业族群 但是在今天看到 这个面有扩散开来 等于是说台股的热度 我觉得刚好顺着成交量的放大 也是才能有助于整个面的扩散 所以当然整体的一个格局来讲 我跟先前的看法还是不变 这个万一没有跌破之下 这个多头的行情绝对是还有机会延续 OK 因为目前上涨的加速 也有逼近快900加 我想这也是这个礼拜以来 比较特别的 对 没有错 好 非常谢谢雨露均沾 跟我们进行电话的一个连线 好 谢谢雨露均沙